中秋佳节香辣螃蟹最美的美味 这个季节的螃蟹最肥美 准备不花钱的螃蟹 首先把螃蟹用牙刷给它清洗干净 螃蟹最好是吃活的 洗好的螃蟹咱们修理一下 螃蟹屁股剪了 咱们把盖儿都掰开 把塞给它剪掉 不要 用剪刀一批两半 这个黄特别肥美 剪好的螃蟹咱们沾上干淀粉 主要是把剪口的部分沾上干淀粉 这样蟹黄不容易掉 螃蟹盖里黑色的东西咱们不要 里边的黄咱们留着 也沾上干淀粉 全部沾好咱们备用 咱们切个鲜青红辣椒圈 一把花椒 一把干辣椒 一勺皮鲜豆瓣酱 再少来点香水鱼 辣妹子来一点 都不是很辣 主要是香 油温七成热 咱们下入拍好淀粉的螃蟹 大火快炸 炸至螃蟹变色 形成一层薄薄的脆皮 捞出控油备用 另起锅烧油 放入葱姜蒜爆锅 再放入干辣椒和花椒 一定要按这个步骤 小火慢慢炒香 再放入我们调好的辣酱 小火慢炒 炒出红油 炒出红油 咱们放入青红辣椒 全部炒香 咱们放入过油的螃蟹 适量白糖提鲜 缓解辣味 再来点胡椒粉 少来点食盐 酱料都是咸的 顺着锅边 放入八三年子的料酒 再来适量清水 把汤汁烧开 改成大火 翻拌均匀 出锅前咱们撒入小葱 再来点白芝麻 大火继续翻炒 翻拌均匀 完美出锅 八小十五来个螃蟹 非常美味 鲜香微辣 特别好吃 看到这里 麻烦您点个宝贵的双鸡 我是涛哥 每天一道美食 关注我 中一款适合你 感谢欣赏